说起这个糖瓜的 明年这个南边六十分 进入东欧阳上青天 吃的糖瓜吧对战 上天也合适 夏季不平安 到糖瓜就是为了这样子 我就是青年去 在糖瓜做了五十年了 我是这次的传承人 糖瓜的第一个步骤 把小米面和我们压水放在过里 做好四个小小 把这个小米的糖分拿出来 放在过里以后再熬 我和饭上的手丝 把水分全部烤过 李先生 讲博物 撑了好以后 一开始撒棍滑 这个步骤就是用一张线 缪到 这三个步骤就是用两个人两张线 因为它重了 车了 人手了 所以得两张线 一火大了,它口感不好了。一火小了,炒出来,它就口大了。 用了一定的程度,等了火口,就把它挂到钢了。 等供线了亮亮,亮好了以后,就像我们去掐了一块一块的去拔下。 在掐完,关键的地数就是在加的上。 拉开以后,累得再三个人,最关键。 掐一个也不行,没有技术也不行。 主要是当中,我就我敢的在掐。 基本上他们在学的话,也得上个三年、六年的。 就是光砍,砍得也很简单。 上次它就不行,它都在这个手上。 一套是个空,四套是十六个空,八套是把山神的空。 一个也不强。 完了以后,合成了,出来是马上捋着。 捋了以后,再一个一个的留下。 每次掐完就一个一个的了。 把这个桃瓜戳下来,放在电视子转着,把桃瓜转完了。 转完了以后,放在这个框子里,凉好了。 凉好了以后,再抬着物量。 再把这个桃瓜花桶皮,上上去嘛。 桃瓜就做好了。 它这个桃瓜口感是有脆,有甜,还好吃。 这些桃瓜里的桃瓜。 担当它是一个桃瓜。